居然這兩天有這樣的波折 被質疑說 到底雙方白紙黑字的會議記錄 到底算不算 暗算第二次協調會 累陣營突然PO出 得在五月底前完成初選 才有民調納入手機的空間 第三次協商還沒開始 火藥味已經蔓延 那電視證件 我們已經講好是一個禮拜一場 那一個禮拜一場 就不可能在五月底完成 對不對 這個時間大家算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這些我們把它談定了 那選入時程很自然就出來了 6月10號到14號可以來進行 但是重點是民調的方式 大家有沒有辦法產生共識 就好像在上一次協調會的時候 對於加入手機民調 那對方代表提議 手機民調百分之百 這個顯不合理啊 這強能所難 不能接受百分之百 手機民調不光是時辰 手機民調也談不攏 這連民調要跟誰比 更是沒共識 民進黨的遊戲規則 顯得非常清楚啦 就是跟主要政黨來比較 我覺得民進黨今天初選 最大的問題是 兩人在比賽啊 其中一個人控制了遊戲規則 所以我們主張啊 應該國民黨目前啊 最強的是韓國瑜 啊這個柯P 然後跟我們兩位啊 黨內的這個這個 這個競爭者啊 大家來做對比 從不同意 有新的協調結果 我們就要新的協調結果 如果也沒有 我們就照那個報告案 再送中指揮再做決議 做了最會打算 民進黨初選延長賽第三次協調會 才來陣營各有堅持 要談出共識 難度一次比一次還高 歡迎收看紅旭 另外一部李嘉華 特別報導